主内的兄弟姊妹 耶稣说过 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 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生命是天主赐给我们无价的礼物 生命永远都是美善的 但是我们要承认 人类生命现在遭受到 极破坏力的死亡文化所迫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全球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 自杀死亡的人数比战争和凶杀的 总数还要多 自杀未遂的人数 更是自杀死亡的人数很多倍 在《世界预防自杀日》9月10日 我呼吁所有教友都与我一同关注自杀的问题 企图自杀的人 面对着个人生命的绝境 无论是身心疾病带来难以抵抗的痛楚和恐惧 资源分配不平均 造成贫穷者的生活的艰难 不公义的社会问题 使人无力还击 还有很多犯罪造成的伤害 或者突如其来的意外等等 企图自杀的人 正走在生命无法避免的痛苦经历之中 面对着生命的困话 请记得圣经的话 还使我应走过阴心的幽谷 我不怕空险 因你与我同在 教会 尊重和保护任何阶段的生命 我们不只是关怀 企图自杀的人 自杀的人 或者其家人 自杀的问题 也涵盖了很多教会 长期关注的议题 例如贫穷、患病、歧视、边缘化种种的社会问题 而圣约王保禄二世 二十五年前颁布的生命福音的通语 谈论人类生命不可侵犯的价值 号召我们作为生命的子民 共同参与、维护和促进生命的任务 死亡文化 在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 在圣行之下 不能看小 我们必须精诚团结 以爱的文化 来抵抗死亡的文化 而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 受照成为每一个人的近人 我邀请你们每一位 和信友的团体 做出爱的行动 共同回应 圣座、圣部的邀请 走出去 寻找疏远的人 试下用各种形式 为他们送上生命的福音 你们可以参考下以下的做法 第一 可以关心多点你的家人 朋友 同事 安排多点的时间 聆听他们的生活点滴 第二 主动点 联络的亲友 包括在外地居住的人 特别是独居者 患病者 缺乏照顾的青年和儿童 以及身处疫症爆发区的亲友 第三 可以多参加唐区或者善会组织的探访活动 探望弱势的人 孤独的人 在欲中的人 以及在困难之中的人 第四 关怀多点你每一日见到的任何人 同时 我都希望正处于困难中的人士 能够有勇气 以及怀住感恩的心 很坦然地去接受别人 向自己所表达的关心和慰问 免于孤独无助 这样 关爱才能够发挥 他最大的效力 关怀 可以让接受问候者 知道有人记得他 关心他 对于正处于困境中的人 一个微笑 都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爱是需要勇气 爱是需要担当 当你却步时 请记住教宗方制国的鼓励 鼓起勇气 我只要求你们心灵若动 用心去注视 随此以外 别无所求 其余那些将会自然地发生的了 最后起到狠囚 圣母玛利亚 教会之母 幽父之位 带领和护友 安慰受苦者 坚定疑虑者 赐予正起绝境的人群 身心灵平安和健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